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吉安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重要的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政府拟推疫苗价 强沙城爆加暴风雪同步侵袭 蒙古以10人死亡 11人失踪 美边境危机日益严重 麦卡锡率队实地考察 欧洲13国停用阿斯利康疫苗 台湾新最新疫情动态 全球确诊超过1亿2000万人 超过266万人病逝 有两名美国驻港澳总领馆人员确诊 领馆被港府纳强制检测 台湾医护施打疫苗意愿 指挥官陈时中说首拨约6万人 另外中共奥运疫苗外交碰壁后 转向输往联合国 因为传出血栓不良反应 多个国家宣布暂停接种 英国牛津AZ疫苗 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 也加入停打AZ疫苗的行列 不过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背书 表示安全 而南韩总理文在寅 要在出席G7峰会前 亲自接种AZ疫苗 截至周一 美国累计感染人数达到2950万人 53.5万人死亡 加州人高居感染及死亡人数榜首 在取消强制口罩令等所有防疫限制后 德州的感染人数持续下降 过去两周 每日感染病例的滚动平均值 下降了42.5% 英国AZ疫苗 周一持续成为争议焦点 美国卫生官员表示 AZ疫苗在美国的临床试验结果 正在接受独立审查 如果安全有效 药管局可在一个月左右 颁发使用授权 然而上周末 更多国家宣布 暂停接种AZ疫苗 英国首相强生为此重申 对AZ疫苗有信心 各国没有理由终止疫苗接种 但是强生的话音才刚落 一直力挺AZ疫苗的德国和法国 却同时宣布 暂停接种AZ疫苗 法国总统马克宏表示 在欧洲药品管理局出台审查 结果之前 暂停接种AZ疫苗 意大利也因为连续出现 接种疫苗后死亡案例 于周一宣布 暂停AZ疫苗 从本周一到4月6号 意大利大部分地区 将再次陷入封锁状态 截至3月15日 意大利感染人数 已将近324万人 10.2万人死亡 巴西圣保罗州 从本周起实施夜间宵禁 关闭海滩及公园 暂停体育赛事 人们居家工作 不过封锁措施 却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印度周一通报了 26291个新增病例 创下三个月来的新高 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5.8万人 由于新一轮疫情来势汹汹 一些地方政府已恢复封锁 宵禁等严厉措施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国际话题 今天下午 美国将与日本举行 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 二加二会谈 在双方新政府的政策下 美日同盟关系 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采访了日本的 国际战略家 带您了解 国际战略专家 石井英俊指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最近明确表示 中共是对安定的国际社会的 唯一威胁 代表着美国拜登政府 在印太外交方面的政策基点 对于外界认为 拜登的印太战略 会转向成欧巴马时期的 重返亚洲政策 对中共弱化为战略容忍政策 石井英俊对此抱持谨慎态度 美国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 34%的美国国民认为 中共是敌人 打90%的国民认为 中共是敌人 或是竞争对手 新唐人日本记者战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昨天先后抵达日本 今天他们将在东京 与日方进行2加2部长集会谈 今天上午 国防部长奥斯丁 在推特上发出一支 在美国驻日大使馆 发言的影片 台湾时间下午2点 布林肯和奥斯丁 将在东京与日本外务大臣 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 进行美日安全咨询委员会的 2加2会议 预料日美同盟 北韩合物 中共南海威胁 将成为重要议题 美日2加2会谈前 美国国务卿 与国防部长投书 点名中共案中破坏 台湾民主 蚕食香港 呼吁盟友团结反击 台湾行政院长回应 国人的努力 成果被看见 台湾的能见度获得世界的肯定 达到历史新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延续蓬佩奥以国家称呼台湾 还与国防部长联名投书 点名中共暗中破坏台湾民主 蚕食香港自治 呼吁盟友团结反击 台湾最高行政首长回应 国人多年的努力成果 在防疫中被世界看见 台湾的能见度是历史来新高 台湾被世界肯定 也是历史来新高 所以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肯定台湾 美国新政府上任后 也一再地肯定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科技重症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进步的 民主政体国家 国会议员郑运鹏表示 希望世界未来和台湾 香港站在同一阵线 国民党议员希望 继续努力推动恢复邦交 中国用各种方式渗透 甚至利用台湾的民主 打击台湾的民主 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 再破坏台湾的言论自由 跟破坏政府的施政 这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 那我很高兴说有美国带头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都重视到台湾的实力 跟自由民主的可贵 但是很可惜的是牺牲掉了香港 盟友 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美国的相关官员 对我们有进一步的 这种肯定的说法 那我们希望外交部 真的要继续努力 美日英澳四方峰会之后 加上法国 五个国家预定四月份 联合海上军演 英国和法国的航空母舰 也都将寻意印太区域 美国政府日前确定许可 提供台湾制造潜舰的 最后一块红区装备 这些以前的川普政府 跟现在的拜登政府 都这么的支持台湾 我们也希望说民主国家 可以一起团结起来 组成一个防御的阵线 来抵御 未来中国可能的 对这个海域的攻击 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 遭到中共施压 要他们取消正在筹备的 国会访台团 行政长苏贞昌今天对此表示 中共以政治无限上纲 只会让全世界更看不起 法国参议院有台小组 正在筹备访台团 中共驻法大使卢沙耶 却出手干预 这还要求有台小组主席理查 取消国会访台团 并谴责这趟行程 将会威胁北京与台北间的现状 没想到中国连这样也要阻挡 会让全世界更看不起 同时也会让全世界 更认为中国是以政治无限上纲 这样对全世界防疫破口也都不好 理查是法国执政党 共和前进党参议员 曾在1997年到2002年 担任法国国防部长 也在2018年率团进入台湾总统府 拜见总统蔡英文 法国策略研究基金会 研究员波恩达芝也发文表示 参议员有自由和适合的任何人见面 北京无权对法国民选官员指手画脚 那我想这已经超出了一般文明国家的这种思考 那我想对于法国 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这个作为 我们予以严厉的谴责 那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 希望能够跟台湾做朋友的这些友人 我们都欢迎他们到台湾来 吴兆雪表示 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 可能会有很多的国际友人到台湾来访问 台湾将也都表示欢迎 新唐人也爱电视 黄兰姐黄丁峰 台湾台湾报道 总统蔡英文上任后 积极推动潜舰国造 现在有新的进展 军方高层昨天透露 拜登政府已经批准 潜舰国造的最后一项红区装备 包括战斗系统 辅助系统与声纳等 总统府发言人稍早表示 装备陆续就定位 有信心加速推进 潜舰国造一直是蔡总统任内 推动国防自主 强化国军战力 打造坚实国防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也一直如期如指在推动当中 目前装备陆续就定位之后 我们更有信心 可以加速往前来推进 国防部长邱国正稍早 也在立法院证实 输出许可已经获得 但其成方面还要照程序走 能不能如期到 或将依法依程序逐步完成 超为15日发表 代号为MALAN的第三代EPYC伺服器晶片 目标从竞争同业 英特尔手中抢下更多资料中心晶片市场的市场 MALAN伺服器处理器采用台积电的7奈米制程 采用Zen3架构 超为表示 MALAN资料中心处理器速度 比英特尔当前最佳的资料中心晶片还快 美国政府即将为半导体产业推出制造和研究奖励措施和补贴 摩根大通预估计划规模上看370亿美元 预定下半年开始实施 届时IDM厂、设备厂 以及在美设厂的台积电 恩智浦半导体皆有望受贿 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法报道 北京当局希望阿里巴巴出售南华早报在内的媒体资产 阿里目前持有微博过半股票 还有南华早报、阿里巴巴影业、线上影音平台优酷 中国万达集团在2012年以26亿美元收购 全球最大电影院营运商AMC百分之百股权 但随着AMC去年因疫情冲击 亏损达到46亿美元 万达集团对AMC的持股和投票权 至今年3月3日已降至9.8% 显示万达已放弃对AMC的控制股权 新唐人眼海便士整理报道 缅甸军仅强力镇压缅甸抗疫民众 由活跃人士组成的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15号表示 一个多月以来已经有183位缅甸民众遭到安全部队射杀 15号一天至少20人死亡 14号更有74人丧生 另外缅甸民选政府十支领袖翁山苏基 原定昨天出庭 但翁山苏基的律师团队负责人表示 由于15号缅甸在全国范围都没有网络 无法举行虚拟听证会 目前听证会已经延后到3月24号举行 缅甸军方2月政变以来 局势持续恶化 部分民众认为中共暗中支持缅甸军方 当地的反共情绪不断上涨 14号多间中资工厂遭人放火 波及一家台资工厂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认为 鼓励台商做出能区分中共的行动 悬挂国旗是个好方法 有关于缅甸的事情 我们都看到当地的暴乱 我们外交部这边是职责在身 会确保我们在当地台商的人身安全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那边的台商都没有问题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台商做出一切 能够自保的这些行动 也能够做出我们跟中国之间一些区隔的一些作为 挂国旗当然是一个好方法 外交部最重要的功能除了呼吁 还应该看实际可以帮我们的台商做什么 比如说有没有人请求帮忙要撤侨 或者当地的什么样的需求 这个可能很多实际行动必须要去做 根据中央社报道 确实有缅甸台商在工厂外旋挂起 中华民国国旗 避免被误认为是中国厂商 缅甸政府从去年4月开始就暂停所有国际商业航班 飞航到缅甸 只特许专案申请的救援班机在缅甸境内起降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华航直飞的仰光飞回台北的第二班救援班机 已经在14号傍晚搭载118名乘客抵台 其中包括超过80名国人及持居留证人士 华游认错更正抹黑川普的报道 川普呼吁调查侨州选举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测证无法 最后达往 最后达往 最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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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程序 最后辅助 一 用新科技将台湾特有的天然物分享给全世界 是耗风存在的价值 耗风生技在国家生技研究园区 以全球最先进的蛋白质体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疾病检测与新药开发 牛樟之分析认证更使台湾越上国际 Go Green Go Clean Care for Life 耗风生技 美国本周接连与日本南韩举行2加2会谈 北韩在拒绝跟美国拜登政府接触后 金正恩的包美金宇正15号批评 从8号开始的美韩联合军演 还威胁南韩如果继续挑衅 可能撕毁北韩军事协议 甚至恐吓拜登政府 若想睡个好觉就别来朝鲜半岛自找麻烦 华盛顿邮报11号更正今年1月9号的报道 1月错误指控时任总统川普 试图施压乔治亚州调查人员去发现诈欺行为 影响计票结果就能成为民族英雄 但根据乔州发布的录音 华尤承认川普并没有说这些话 川普周一发表声明感谢 并指出这显示 乔州的猎物行为根本无足轻重 川普呼吁对富尔顿军 与前乔州众议员艾布兰进行强力调查 他坚信这将改变乔州的总统大选结果 华尔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案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加拿大一名法官日前驳回了孟晚舟的新证词 这份证词反驳了美国方面对于孟晚舟在华尔公司的伊朗业务上误导银行的指控 加拿大法官指这些重词超出了引渡案审理的恰当范围 巴基斯坦参议院12日选举议长副议长 但参议员科科哈尔和马力克 会然发现在投票区正对着票箱 有中国制的真红摄影机引发轩软大波 路透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一名高层官员13日表示 自2月中旬以来 拜登政府多方私下联系北韩 希望展开外交工作 但是北韩至今没做出任何回应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也没有对拜登当选表示过任何祝贺 路透社15日引述未居民消息人士报道 印度准备要立法禁止各类加密货币 还必须在6个月内撤离印度 凡是持有、发行、采矿、交易及转移需币资产者 都会被视为罪败 最终可处10年徒刑 如果通过可说是全世界最严格 消息一出 比特币跌破5万8千美元 较当天高点回落预3千美元 新唐雅开电视整理报道 中共疫苗外交动作频频扩及 国际性组织和签证申请 日前国际奥委会宣布 要向东京奥运选手提供中国疫苗 但马上被日本和澳洲快速拒绝 奥委会主席巴赶紧改口 不会强加任何疫苗接种的义务 疫苗外交在奥运碰壁后 中共15号再宣布 向联合国维和部队免费提供 30万剂疫苗 非洲地区人员优先使用 中国疫苗资讯不透明 大多数国家尚未批准使用 日本媒体NHK16号报导 中共驻外大使馆向日本 泰国和越南等国家释出消息 接种中国疫苗就可获得签证申请优待 NHK分析 中共借着签证申请优待的手段 想要普及中国疫苗 在其他国家广泛使用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导 中共高层担心阿里巴巴旗下的媒体集团 影响力太大 因此要求阿里巴巴提出计划 大幅度削减媒体资产 对此阿里巴巴则不予评论 另外去年10月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在抨击中共的金融监管体制后 近三个月下落不明 直到1月下旬才首度透过视讯 与乡村教师谈话 马云的动向也备受关注 关于马云动向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也指出 从马云专机杭宗得知 马云今年来行程大减 每周只飞一次 主要是去北京或海南 另外阿里巴巴除了经营电商业务外 还持有微博30%的股份 拥有15.8%的投票权 是微博第二大股东 2015年12月 马云斥资约20亿港元 收购了南华早报 阿里巴巴还涉足了 优酷、芒果、超梅、去头条、 微博、B站及小红书等 在北京连续数天出现大范围阴霾天气之后 13号延庆海拓山地区经线日运奇观 但北京部分地方的空气污染级别 达到5级以上的严重污染 加拿大国会新闻记者协会CPPG证实 中共喉舌机构新华社不再是CPPG会员 此前新华社做了CPPG长达57年的会员 去年2月24日 美国川普政府将新华社 及中共其他几大喉舌指定为外国使团 意味着新华社等海外喉舌 被美国政府视为外国使馆或外交机构 不再享有新闻机构特权 中共官员意外死亡案频发 多家陆媒13号报导称 中共安徽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朱新中 在办公室死亡 但相关报导已被删除 此前中共国家能源集团前董事长乔宝平 离奇死亡的消息也被删文 中国成都市武侯区沙眼街 一尊半线在地里的造型怪异的实施 引发路人议论 该实施后腿弯曲成蹲撞 前半截身子大部分陷入地面 而且旁边没有任何标牌解释 官媒质疑 这是揽政无人管之后 该实施连夜消失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奥斯卡名单公布 兆庭获两项提名 香港电影也入围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立伟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无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伟奈米 来自木都的木器工艺家 承传鲁班精神的玄卯工法 截取古人的智慧 师法自然 结合在地文化特色 创作出台湾原创精神的 生活艺术品 实用美观 一气多用 品木箱 明茶箱 以在地才 传匠师音 品台湾味 木阶茶道 TN 周一一早 北京出现十年来最强沙尘天气 造成犹如黄昏 能见度只剩数百公尺 当天也发生交通瘫痪 这是3月15号的天安门广场 黄沙漫天 没有游客 北京遭遇十年最严重沙尘暴 造成犹如黄昏 能见度不到一公里 这也造成了上午交通瘫痪 看到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 然后就觉得这天是实在出不去了 有一点科幻片的感觉 有一点科幻电影的感觉 大自然嘛 就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 北京最严重的朝阳区 PM10达到9133 有民众形容呼吸难受 还有人带着头套出门 北海白塔和故宫角楼都陷入一片昏黄 当地政府要求学校停止户外活动 中共两会刚结束 北京就出现十年来最强沙尘暴 北京市生态环境检测中心表示 包括新疆 内蒙 山西 陕甘宁 东北 京津冀等12省市 都遭受来自蒙古的沙尘天气 新唐人记者名誉综合报道 欧盟将于3月22号 将就中共对新疆的人权迫害 针对4名中共官员和一个实体 实施旅游禁令与冻结资产等制裁 德国外长马斯15号表示 我的确认为将会达成协议 我们开启惩罚侵犯人权的机会 我们也明确地想利用这项制裁手段 今年的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 周一揭晓 其中有两位亚裔导演的影片 都获得了6项提名 受疫情影响 原本2月份颁奖的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典礼推迟到4月份 相应的各项提名也姗姗来迟 最引人瞩目的要数大卫分歧导演的 全新黑白传记片曼克 这部讲述史上最伟大电影 公民凯恩诞生之艰辛的影片 一举拿下了包括最佳影片奖 最佳导演奖 最佳男主角奖等10项大奖提名 领跑今年的奥斯卡奖 而华裔导演赵婷拍摄的《无疑之地》 和韩裔导演郑里硕的《梦想之地》的表现 也颇为亮眼 以获得6项提名 紧跟曼克 并双双入围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奖 除了上述影片外 获得最佳影片奖的影片还有 父亲 耶稣是我同伙 花样女子 极尽的鼓手 芝加哥七人案 今世审判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最佳国际电影 有一部来自香港的影片入围 它是由周东宇 易阳千玺主演 曾在香港金像奖 大获全胜的影片 《少年的你》 该片通过校园霸凌 折射出社会存在的问题 包括法律的缺失 教育的缺损 家庭的缺位 以及人性中恶的放大 今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将在4月25号最终揭晓 到底花落谁家 让我们拭目以待 新唐人记者周琪综合报道 接着带你来看到 3月16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